快看这个问答频道的视频 每月都有超过一万美元的收入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的视频都在吸引超百万次的观看 而这些视频之所以走红 是因为他们通过测验的形式 挑战不同年龄段对周围事物的了解 事实证明人们喜欢挑战 最重要的是 实际上这些视频很容易操作 只需要三款AI工具 一个小时就可以批量制作几百个AI视频 今天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制作这样的长视频 我还会分享这个频道的运营方法 同时保持变现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步 用ChatGBT出题目 打开ChatGBT并输入这个prompt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按照表格的方式输出了 第一列是数字 第二列是问题 后面三列是选项 在表格下面有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非常好 第二步 设计答题卡 这一步略微有一点复杂 我们一共需要做五件事情 一 创建背景 打开Canva并切换到视频选项卡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元素标签中选择影片 背景标签 比如我觉得这个不错 就它了 拖到画布上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tip 我建议大家选择相对纯色 但是有动效的背景 而且颜色最好是能够鲜亮一些 因为我希望视频的每个场景都是12秒左右 所以我将点击并拖动结束手柄 将其缩短到12秒 为了画面更加有趣呢 我建议大家添加一个图片素材 你可以去元素标签中的边框 搜索一个有造型的矩形 然后拖到画面中 回到ChatGBT 复制问题的关键词 在搜索栏粘贴它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拖入矩形 二 文本制作 接下来我们需要添加问题字幕 文字这里新增文字方块 复制刚才ChatGBT生成的一个问题进来 调整颜色 字体 大小等 你也可以点击效果按钮 并给它添加阴影等 让它更明显 接下来我们需要添加数字按钮 先在元素这里选择圆形的形状 拖动到合适的尺寸 更改它的颜色 并添加一个边框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调整边框的粗细 点击文字 新建一个文本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数字 比如10 修改它的字体 字号和颜色 然后G中放到刚才的圆形里 选择圆形和字幕框 然后Mac电脑按住键盘的Option键 Windows电脑按住Alt键 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按钮 元素里选择举形框 颜色改为白色 调整大小后放在按钮的旁边 点击它们 再次按Option键或Alt键 复制两个一样的选项框 把前面的数字改为字母A B C 然后再新建三个文字框 把我们的答案填进去 为它添加一些效果 接下来再增加一个举形框 和我们的答案框大小一致 但是要改变它的颜色 这个框将高亮我们最终的正确答案 右击这个矩形框 图层显示图层 我们把三个字母的图层放在一起 三个白框再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正确答案的框 放在字母和白框的中间 三 添加计时器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添加计时器 在元素标签中搜索卡通倒计时 找一个你喜欢的 并将其拖到画布上 调整它的大小 并裁剪掉一些不需要的画面 还有比如这个倒计时是10秒倒计时 我希望从5秒开始倒计时 可以点击上方这个按钮 然后裁剪掉前面的画面 四 添加画面动效并调整时间轴 我们需要对画面中的元素添加动效 让它们看起来更有动感 选择标题 点击动画 添加一个你喜欢的效果 右击点击它 显示时间 我希望这个问题是视频开始后0.5秒再出现 我们就把这条轴向后拖动 接下来呢 再依次出现三个选项的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添加特效 并且记得哦 它们的时间轴应该是越来越短的 点击图片 我们为它添加一个停顿的效果 让它不至于非常死板的呆在画面中 接下来再调整计时器和正确答案采框的出现顺序 也就是在三个选项出现后 再出现计时器 计时器5秒完成后再出现正确答案的采框 5 添加音效 首先我需要添加三个选项框出现时的音效 元素标签 搜索软木塞的英文Coke 切换到音频标签来找到音效 将它拖到时间轴上和第一个选项框出现的时候对齐 然后复制两次 因为共有三个选项需要出现 接下来是计时器的声音 搜索 Timer 选择音效 让它一直延长到5秒 最后是正确答案出现的音效 搜索 Logo 选择第八个这个声音 拖入时间轴 放在计时器声音的后面 第三步 批量生成 根据ChatGBT提供的问题 以此在Canva中搜索相关的元素 右键点击图片 并选择添加到文件夹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新闻件夹 给它命名并将图片添加进去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找到所有问题对应的图片 然后到Canva里 选择应用程式 选择大量建立 点击手动输入数据 首先呢 使用垃圾桶图标清除表格 然后返回到ChatGBT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复制表格并粘贴到Canva上的第一个框中 然后点击顶部的添加图片 点击这个加号图标搜索图片 选择你之前创建的文件夹 并选择对应的图片 然后重复这个操作 完成后 点击完成 右键点击数字 转到连接数据 这就是把我们的变量数据 和表格中的数据连接起来 接下来对问题 三个选项和图片都进行相同的操作 点击继续 不要眨眼哦 快看 Canva一键都为我们生成了 批量制作视频以后呢 有一个操作啊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记得要根据每个问题不同的答案 调整正确答案的那个选框 这一步呢 需要我们手动操作 但我相信啊 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第四步 添加旁白 最后呢 我们需要为这个视频 添加背景音乐和旁白 因为据我观察 获得较多观看量和参与度的频道啊 都添加了旁白 我们将使用Flicky这款免费旁白工具 在仪表板上创建一个新文件 选择锦音频 我将复制之前测验中的答案到剪贴板 回到Flicky并点击这个加号图标 将文本逐一粘贴到框中 需要注意的是 Flicky在免费计划中 只允许你在一个项目中添加十个框 不过啊 这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 选择一个发言人 比如Sarah 点击下面的复选框 将声音应用于所有部分 然后点击这里的download 逐节下载 虽然这样逐节下载会麻烦一点点 但是后面会有大帮助 所有都下载完成以后呢 在Canva上上传答案的音频 记得和答案框出现的地方对齐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刚才的旁白 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去下载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去分离一个个的音频 接下来呢 你只要对其他的每个答案 重复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 好 完成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现在就是如何把它扩展为长视频了 刚才呢 我们一个题目的时长是12秒 如果我们有50个这样的题目 那就是有600秒 也就是10分钟 这足以成为一个长视频 上传到YouTube的频道上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思考一下频道的选题 我们难道要每天围绕着同样的选题 去进行发布吗 当然不 比如你看到其他的猜谜频道 他们会做猜食物的话题 或者是猜水果 猜标志 猜电影 等等等等 或者他们猜谜的形式 也是越来越复杂多样了 包括像 你宁愿选择哪个 找出不同的那个 等等等等 还有啊 你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形式 去衍生出一个中文频道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自己的问答频道了 期待你的成果哦 如果你是纯小白 想要学习更多的AI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用AI可以赚钱的项目 那千万不要错过最新上线的 AI商业实战攻略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分享所有 AI相关的理论及实操知识 包括很多市面上没有人分析过的商业实战项目 手把手教你复课赚钱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中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诗听课 不要错过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和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转被动收入